南北朝时期 东魏的大将军高阳 逼迫东魏孝敬帝退位 自己建立了北齐王朝 虽然当上了皇上 但高阳还是担心自己的皇位不保 于是他下令把东魏所有姓缘的 25家直系皇族全部杀掉 消息传来 东魏姓缘的人都很害怕 有个叫袁景浩的人赶紧召集大家商量对策 大家有什么办法吗 眼下要保命的唯一办法 就是请求高阳 准许我们脱离袁氏改姓高氏 袁景浩坚决反对 怎么能用抛弃本宗 投靠他姓的办法来保全姓命呢 大丈夫宁可做玉器被打碎 也不愿做瓦器得保全 我宁死也不改姓 袁景浩牺牲了 但他的精神却被人们所赞扬 人们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来比喻袁景浩刀上的气节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这则成语的意思是 宁可做玉器被打碎 也不愿做瓦器完整保全 比喻宁愿保持高尚的气节死去 也不愿屈辱地活着